九尾狐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 常用来象征吉祥 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《山海经》盛行于汉代 因此在大禹时期 土山市部落九尾狐的图腾也被符号化 成为神异的吉祥符号 人们将九尾狐分九等 一尾新狐 二尾鬼狐 三尾灵狐 四尾阳狐 五尾玄狐 六尾仙狐 七尾隐狐 八尾圣狐 九尾天狐 也有人说九尾狐生来是一尾 每修炼百年便又长出一条尾巴 直至千年才能长出九尾 成为天狐 另有说法是 九尾狐生来就是九尾狐